敵軍突襲步步進逼 這是國軍的守備部隊強力反擊 國軍在雪山隧道前方演練模擬敵軍 企圖奪戰雪碎快速進攻首都台北 除了陸軍弟兄強力反抗 敵軍想一躍雷遲一步可不只這道關卡 一排排的障礙加上只要一觸動就會引爆的鬼雷 這是國軍漢光演習驗證對雪山隧道的風族作業 風族物資從小到大十一道排列十分壯觀 敵人這時想通過可說難上加難 而怎麼把這些阻絕物資送到定點也是一番功夫 常常的車隊浩浩蕩蕩開向雪碎洞口 軍方除了自身兵力也徵用民間車輛搬運風族材料 另外在雪碎內部每隔350公尺就有兵力助手 不讓敵軍有乘襲而入的機會 在車型橫坑內還有補給品讓戰力源源不絕 不過特別的是 這些本來該堆在路上的風族材 卻擺在板車上沒有下車 國軍在雪山隧道前方架設 十一道的阻絕物 尤其記者背後的這個小撥塊 可以說是這一次所有阻絕物裡面 體積最大的一種 但他為什麼要架在板車上 而不是放在地面上 最主要的原因是希望不要破壞到高速公路的路面 我們也希望說不要影響用路人行車的安全 因為我們作業的時間是從零時到四時 那這段期間之內要完成所有的布設以及撤離的動作 那後續還有相關復原清掃的作業 所以說我們絕碎的這個實現地 是採用機動主角的方式來呈現 陸軍弟兄快速的收拾器具 原本預計六小時的風足演練 比原本預計時間提早一個半小時結束 軍方首次全面封閉雪山隧道 也代表了以往工軍登陸西岸的響定 延伸到了東部海岸 共軍在宜蘭或者羅東海灘登陸之後 然後我們會透過各項不同的戰術作為一直遲滯 雪山隧道這邊是我們的最後確保線 不同於過去西部全面結展 東部戰力保存的戰術思維 凸顯在雪山隧道通車十年之後 兩岸軍力的變化所造成的首都圈的固守 與國土防衛軸線的改變 郵電TV 林維旭 金明旭 維 宜蘭報導